我们继续学习古代希腊的文化 今天我们讲哲学和历史 在西方文字中 哲学这个词是源自于希腊语 原来的意思是爱好智慧的学问 古代希腊的哲学就开始突破了 原来的宗教神话的束缚 就以理性睿智的思辨 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观 古代希腊的哲学高度繁荣 流派分成大家辈出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 莫过于有三大泽人之称的 苏格拉底 百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他们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 对后来的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发展 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有意思的是 这三大哲学家都互有师承关系 百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而亚里斯多德又是百拉图的学生 我们首先看一下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生于雅典 他早年的世纪不祥 因为他本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住宿 所以我们仅能从他的学生 特别是他著名的学生百拉图那里 从百拉图的著作里面 去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 苏格拉底的自己的职业是石匠 他业余的时候研究哲学 当然他非常热爱哲学 那么他也平常呢 也昭途授业 但是他不收学费 他教学生的时候呢 用了一种特别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后来被称为苏格拉底教学法 也就是说 他不是说去这样上课 而是呢 他不断地向学生提问 去质疑 然后呢 再去回答 去引导学生呢 靠自己独立的思维 去看待问题 去分析问题 他认为呢 每个人都是能够获得知识的 关键在于呢 怎样去激发人们的思维 怎样去批判的 检视这些知识 这是哲学真正的任务 那么苏格拉底一生 都在追求真理 他常常呢 在雅典的街头 跟人辩论 展开讨论 讨论那些诸如正义啊 勇敢啊 德行啊 节制啊 真善美 这样一些概念 他想通过这些 谈话 这些辩论 来检验他的观点 来修正信念 直到最后呢 来确认真正的 具有普遍性的那些真理 因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呢 他是拥护贵族政治 他反对当时实行的 那种城邦民主制 他认为呢 国家的权利呢 应该掌握在那些 真正有德心的人手里 而有德心的人呢 往往只是少数人 是少数那些知识分子 精英呢 而大多数人呢 因为他们没有知识 也就没有什么德心 所以他认为 国家是应该由 少数的政治精英 所掌握的 而不是由那些 大多数的 愚昧的 云云众生来控制 所以他反对 当时雅典的那种 民主政治 他这些言行 就激怒了 当时掌权的那些民主派 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呢 就被民主派所控制的 法庭 判处了死刑 他的罪名呢 是败坏青年 和藐视 官方的宗教 我们看到的 这幅油画 苏格拉底之死呢 是18世纪的画家 所画的 其实当时 苏格拉底的学生 已经想办法 可以让苏格拉底 逃走了 但是呢 苏格拉底 却拒绝了 这些逃走的建议 表示说呢 既然法庭 已经判了我死刑 我就要服从 法庭的判决 于是 他喝下了毒酒 安然赴死 所以这幅油画 表现的就是 这样一幅情形 这幅油画呢 是文艺复兴时期 著名的画家 拉斐尔所作 叫雅典学院 这幅油画呢 是把古希腊 不同时期的圣贤 都集中在 一幅画上 其中最中间的两位 就是 百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这足以说明 百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在后世人们 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百拉图早年 授业于 苏格拉底门下 他和老师不一样 他的老师 没有什么住宿留下来 但是百拉图 却住宿非常丰富 因为他一生 非常勤奋的写作 所以他留下了 将近三十部作品 创造了一个 不大精深的 哲学体系 百拉图哲学思想的 核心内容呢 是理念论 他热衷于 对于现实本质的认识 他否认 物质世界的真实性 他说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物质世界 实际上是虚构的 它是不真实的 那么在现实的 客观世界之外呢 有一个超经验的 理念的世界 那个理念的世界 才是不朽的 是不会变化的 所以因为我们 现在这个世界 是变化的 而现实是理念 派生出来的 那么他的政治学说 勾勒了一个理想国 他有一部同名的著作 就叫理想国 他根据他自己 在雅典的经历 开始也对呢 雅典的民主政治 产生了怀疑 他所勾勒的 这个理想国的 这个情景呢 是国民 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呢 是由一些知名的 哲人来担任 统治者 就是那些 有知识 有文化 有德性的 那些哲学家 来担任 那么第二个等级呢 是勇敢的武士 那么他们 肩负着 保卫国家的责任 而第三个等级 是农民 工匠和商人 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 来供养 前两种人 只有这三个等级的人 各安其位 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才能建立一个 正义的国家 这就是 百拉图 所描绘的理想国 百拉图的理想国 是人类最早 具有乌托邦性质的 构想 所以呢 人们也常常把 百拉图呢 看作是乌托邦思想的 先驱者 大家发现没有 奴隶是没有被纳入 这三个等级的 这也充分地说明 百拉图所代表的呢 是奴隶组阶级的立场 百拉图在雅典的公园 阿哈德尼这个地方 创立了学校 所以也叫学员 所以阿哈德尼这个词呢 后来也就有了 这个学院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幅出土于 罗马庞佩古城的 马赛克画 就是描写的 百拉图的这个学院 阿哈德米 百拉图的学生 其中最著名的呢 是亚历斯多德 亚历斯多德呢 曾经在百拉图的学院里 学习了二十年之久 后来呢 他就应马其顿国王的邀请呢 去担任王子 亚历山大的老师 亚历斯多德呢 一共教了亚历斯丹大七年 这七年之后呢 亚历斯多德就返回雅典 他也和他的老师一样呢 也开设学校 设学授徒 并且呢 潜心著述 因为亚历斯多德的 研究的兴趣特别广泛 涉及到哲学 逻辑学 政治学 伦理学 诗学 修辞学 物理学 天文学 植物学等等 诸多的学科 所以亚历斯多德呢 也被称为是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亚历斯多德 非常敬重 他的老师百拉图 但是呢 他并不完全赞成 百拉图的理念论 他留下一句名言说 无碍无师 有碍真理 因为亚历斯多德认为 离开了具体的事物 理念就不存在了 所以呢 他说知识呢 只能是通过 接触客观的世界 才能够获得 当然他同时也认为 形式和物质 是不可分的 形式比物质呢 可能更加重要 形式是积极的 但物质是消极的 所以他就又 陷入到二元论 他说呢 只有形式呢 才给予物质 以积极的 这种现实性啊等等 所以他的 他的最后呢 又陷入一个 二元论里面 西方文字中的 历史这个词 也是出自希腊语 他的原意呢 是调查 研究 希洛多德是 希腊第一位 有影响的历史学家 素有西方历史学 之父的美誉 他把史学 从文学中 剥离了出来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中国也有 像史记 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品 它可以 既是历史作品 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我们素有 叫文史不分家 这样的说法 而在西方史学界 第一位 把史学 从文学中 剥离出来的史学家 就是这位 希洛多德 他的著作 是历史 这部著作 希洛多德呢 曾经游历了埃及 叙利亚 两河流域 瑟雷斯 波斯 这些地方 他呢 去寻访历史遗迹 去考察各种风俗传说 他利用在游历的中 获得的大量的 西波战争中的资料 就撰写了历史这部著作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说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我们要到处去考察 这个呢 是和我们古代司马迁 为了写史记 也是去考察了很多 历史上传说的这个地方 这个希洛多德和司马迁呢 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么在历史这部著作里面 希洛多德呢 热情的殴割了 当时希腊人的爱国的热情 和英雄的业绩 他书中所用的资料呢 大多数是他寻访所得 当然也会加上一些道庭图说的成分 但是呢 他在著作中是力图 去寻找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 进而呢 去探讨一种合理的解释 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 他最后的解释 因为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所以最后的解释呢 又往往归于神意 所以用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来看呢 这部著作还有 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但是呢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希洛多德的这部历史 还是以他独特的史料的价值 他的叙事生动 文笔流畅的写作风格而著称 他开创的这种叙事的 正史的这个体力 也为后世的西方史学 传统呢 奠定了一个基础 另外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是修西底德 他本人是雅典的一位将军 他亲自参加过 波罗本尼萨战争 但是呢 他在写 波罗本尼萨战争史的时候呢 就尽量抛开了个人的感情因素 尽量用客观的眼光 去描写历史 这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呢 树立了榜样 这本书叙事非常集中 也真实可靠 他比西罗多德的历史 又更加前进了一步 这个修西底德的学风非常严谨 他也非常注重对于史料的取舍 去客观地进行采用 然后批判 尽量避免用神意 去解释历史的发展进程 而根据呢 具体的史实 各种各样的因素 来探讨历史运动中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后世的人 对于波罗本尼萨战争的了解 也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 修西底德这部著作 这部著作的价值呢 不仅体现在史料方面 而且呢也集中反映了 修西底德严谨的历史观 这同样的给予我们后世的历史学家 以重要的启示